这期课呢我们来学习如何正确的使用变调价 那么变调价可能大家并不陌生 很多同学呢可能都用过 当然呢一般都是看到区谱上面标记加在极品的 然后你就去加在了极品 你并不是真正独立的能够去觉得我适合加在地极品 所以说呢这节课呢我们就给大家讲解一下变调价的一个理论 让大家以后可以随意的去根据自己适合的英语来决定你要加在极品 那么变调价就像它的名字一样 好那么这个呢就是一个变调价 它呢可以改变它的调式 就比如说我们现在弹一个C调 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变调价呢把它变成任何一个调来弹 好都用C调的指法 那这一点呢我们就要再次回到我们的音名和唱名 那么再次请大家翻开我们书籍当中的这一课 好大家可以看到现在呢是一个C大调 C D E F G A B 然后唱名对应的呢是Dora Mi Basura C 好我们任何一个调呢都是以C大调为基础的 上面的音名呢就代表了七个调 那如果我们以C调为例 好大家要看明白在这个调中我们的E F B C 它们是半音关系 其他的都是全音 那么半音在我们其他上面呢就是相邻的品 好全音呢就是相得的品 这个之前我们已经有所了解了 好那么现在呢我们记住这一点 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它关系到我们如何去推算到底该加D级品 好那现在我们来看 如果我们现在要谈C调的指法 但是我们想把它变成D调 好大家想我该怎么办呢 好你们就要想C调和D调是一个全音关系 好那么我们现在谈C调的话 就可以理解成为C调是等于空弦 好那空弦一个全音 大家就可以就可以找到了中间间隔一品 那么它的一个全音呢就是在二品 所以我们把我们的变调价呢加在二品 再去谈C调的一个指法 它就变成了D调 好那么现在我们再回到我们的C调 那么大家看如果我们现在想把它变成一个E调的话 好你要想CDE C到D是一个全音 D到E又是一个全音 那么就是两个全音 大概怎么办呢 好我们加在二品已经是D调了 那么中间再间隔一个品 好那跑到四品 它这个时候呢就变成了E调 我们还是谈我们C调的指法 但是它已经是一个E调的音高了 好那么这个呢是非常容易理解的 好我们再回到我们的C调 如果我们现在想把它变成一个F调的话 好大家就想我们还是推算 C调呢我们到二品的时候它变成了D调 四品它变成了E调 那么E和F它是什么关系呢 它刚好是一个半音关系 所以我们在升高一个品到了第五品 它就刚好变成了F调 这个时候我们再去谈C调的指法 它就是一个F调的音高了 好那么我们再以我们的C调为例 如果我们要现在要谈G调的话 大家想我们的二品是D 四品呢是E调 五品是F调 F和G呢它刚好又是个全音 所以我们中间间隔一个品 然后我们就现在就可以加在第七品 好加在第七品的时候呢 它就变成了G调 好我们一般的变调家呢 它不适合超过第七品 如果超过七品以上的话 除非是一些比较特殊的歌曲 不然你弹出来了就不好听了 低音就没有了 所以不适合 好那我们现在呢 还是以我们的C调为例 其他调的话它都是这么推 那如果现在我C调 如果大家搞明白了的话 那我们现在就换一个调 如果我现在弹一个D调 我想把它换成E调 好那刚才呢 已经给大家讲了 如果我们弹什么调 就把什么调理解成为空闲 好那大家可以想想 现在该怎么办呢 好那你就应该想一下 D调和E调 那差了一个全音 好所以呢 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是不是就应该把我们的变调加呢 加回二品 那这个时候呢 它就变成了E调 好那我们还是以我们的D调为例 如果你现在想弹唱F调的话 那你就要想D E F 它们呢 间隔了一个全音 一个半音 好我们刚才加的二品呢 它是一个全音 现在我们的E到F呢 它是一个半音 所以呢我们再升高一个品 好 这个时候呢 它就变成了我们的F调 好那这个呢 我们是用D调来推算的 那么我们的E调 F调也是一样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再用一个最常用的调 G调 好如果我们弹G调的话 而我们想让它变成一个A调的话 该怎么办呢 好那你就要想啊 G和A相差一个全音 好而我们弹什么调呢 什么调就是空闲 那现在我们弹G调 那么G调呢 它就等于是空闲 好 现在要把它变成A调 好大家就想想 G和A是个全音 好那就是从我们的0品 间隔一个品 1品 然后呢就跑到了2品来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加在2品去谈我们G调的一个指法呢 它就会变成A调了 好 好那如果我们现在还是要弹G调 但是我们又想把它变成B调的话 大家又想啊 就是G A B 那么它就是两个全音 G到A呢是个全音 A到B又是个全音 所以呢我们再把它升高一个全音 那我们加在4品的时候呢 它就变成了B调 好那么这个呢就是变调加 想要变成什么调来说的 那如果说有些同学呢 觉得这首歌啊 就比如说编配的是C调 但是你觉得这个歌呢 唱起来有点偏低了 你想让它高一点 你就觉得大约自己呢 能高出几个音 几个调 然后你就可以将你的变调 将它加在第几品 但是如果有些时候 你根本分辨不出来 你到底应该加第几品的时候呢 那你就可以给它升高一个全音 或者是你给它升高一个半音 一个一个的来尝试 如果你觉得升高一个全音还不够 那你还差一点点 那你就还可以再升高一个半音 如果还不够 你还可以继续升高 这个呢就是说 根据你个人的一个音域 来决定就可以了 好那关于我们变调加的理论呢 就是这些 那大家呢喜欢把它记住了 多推算自己呢 多推算一下 就会越来越熟悉 好那这一节课呢 我们就讲到这里